河北邯郸三名初踪生这个事件 被害的家属最高和获得赔偿5到8万块钱 并且律师也表示了 这位名时报者不能判处死刑 听到这里是不是感觉非常炸裂 我和广大网友一致意见是 河北邯郸三名初踪生必须判处死刑 这也是最近大家的一致呼声 要知道这件事情 有多少未成年在观望和观看事情的进展 如果不判处死刑 不得到严惩的情况下 全国未成年人当中会出现多少起这种人间悲剧 校园霸凌的事件还会层出不穷 施暴者一想反正我是未成年 又不会判处死刑 那是不是会变本加厉的继续欺凌同学 现在的孩子通过网络 通过游戏 通过社交平台 原本属于孩子的小孩世界 现在对大人的世界那是了如指掌 他们不但懂得了法律 更了解了人性 想象一下多么可怕的事情 这起校园霸凌事件的背后 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这三个人分工明确 作案手段 贤淑 要说他们没杀过人 我都不信 再看他们心理素质 更是强大的可怕 当受害的家长找到另外一个同学的时候 人家居然和没事人一样悠闲的玩着手机 这是多么强大的心理素质 我就问问你就连成年人也是望尘莫及吧 三个人并且还相互创控 失口否认这件事情 这简直就是作案团伙一样的存在 假如当时不是有一个学生心理破防 但凭着191块钱这个转账记录也很难破案 同时我也看了好多人评论了 这是不是有大人在参与啊 这简直是颠覆了我们对小孩的认知啊 孩子不就应该是天真无邪的吗 对学生热心帮助的吗 我想啊 究析根源还是手机网络惹的祸 游戏玩的太马目不仁了 而现在这个游戏做的太过于逼真 你是不是在游戏当中玩的忘乎所以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游戏也简单啊 俄罗斯方块 就是那个 还有一些这个酱素非常低 这个混沌卤 小蜜蜂那些游戏 而现在的游戏模拟仿真成功 那太吓人了 什么AK47啥的 特别逼真 同时我在这里呼吁一下家长们 请帮助你的孩子借出网印吧 现在的网络不次于毒品一样的存在 那么同意我说法的 请扣意不同意的情况 也有网友说了 那个三个出租生如果不判处死刑的话 那就罚他们家长呗 让他们罚的倾家当产 但是大家想多了 爱头我就提到了 按网络上那个网律师这种说法呢 按他对于这个律法的理解吧 第一点 这三名出租生那个家长不会担负起任何的刑事责任 最多也就是给一个民事赔偿而已 如果按照这个纯粹的个民事赔偿的话 什么医疗费了 护工费了 交通费了 营养费了 还有这个丧丧费啊 等等吧 加起来 那也已经超过百万了 但是 这次这个三个出租生 杀害同学大案件来讲呢 我国的刑法当中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是没有这两项的 另外被害人是卫生间学生啊 而且已经死亡了 并且没有这个医疗费 护工费 营养费等等 只剩下啊 丧葬费 按照我国目前那个法律规定 大概只能拿出五万元左右 而精神抚慰金最高可以获得八万元 但是按照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个规定 这项是没有的 那么受害者这个家庭最多大概也只能拿到 五万元的丧葬费而已 以上是这个律师的一种分析 其实啊 这名律师最后也说那么一句 当了这么多年律师 自己也没考虑清楚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 为什么会这样规定呢 那么立法机构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呢 那么这里不知道啊 这个父母得到这么点的赔偿金 会不会痛不欲生啊 现在目前受害者的父母也被网友们扒出来了 受害者一个学生是一个可怜的留守儿童 父母离异 孩子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但是那怎么都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 就目前来讲 受害者的父亲已经在网络上发生了 他大概意思啥呢 我的孩子被活活的打死 怎么给个交代啊 以命抵命 希望政府公平公开公正严惩杀人偿命 那么最后第三个学生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在这里也静等结果